老铁们大家好 今天香香说了几件老物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块和铁鱼的 年生硅脂 帮发来财 一个手把件 这上面是丢开很多的年子 这个青蛙就代表八方来财 它的造型就是一个年方 借钱也开 这个鱼子很油用 把玩一下发更加漂亮 完整 手跟雕刻的 这是橙子刚刚加上去的 这是一个麻辣的玉菊笼 很麻辣的 是橫色的 这个橙子掉了 这个老橙子的梅 都是肥发掉了 就丢就算了 这个通红的 在自然瓜下面都是通红的 东西也很完整 红红合伙的意思啊 这个是老玉 玉扣一套 老掉牙了啊 这个是包椒很老 很老 潜伏雕的一套 这应该是和铁玉的啊 和铁玉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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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磨绳 有点小磨绳 有点小磨绳 这也是一个玉菊笼的 这是红沙文化 红沙玉啊 玉菊笼 一个老玉 完整啊 手跟铁玉的 手跟铁玉的 这个手跟铁玉的话 这个孔呢 还有一 大小不均匀的 不像现在机器打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话 它的孔是均匀的啊 像这种它是不均匀的 看一下这个 四羊开炭 应该是锡的啊 这是在老人家家里面收出来的 黑石 瓷板 瓷板消息的 四羊开炭 这是坟采的 上面有名家提瓷 这是大气啊 一切大气 放开洗地 上面这个地方都是有银银银银银的啊 这个地方都是有银银银银银的啊 四方都是长蟒工 下面也有款 大清钱能粘制 这里面有很多的飞盆 发在那里 可能放一些飞盆在里面啊 看老人家没用了 丢在那里 还是很理想的啊 这个上面有很多的飞盆 要清洗一下更加漂亮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